我们先来看看我们现在这个在PC端的程序运行在手机端是什么样子的 在这里呢我使用Chrome这个浏览器它的开发者模式 我点击F12进入的来模拟手机端的样式 在这里呢大家可以看到在这里有一个叫做Toggle Device Mode这样的一个按钮 点击之后我们的界面呢就变成了这个样子 大家在这个device标签下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移动端的机型 在这里呢我选择一个高大上的Apple iPhone 6 Plus 可以看到此时我们这个程序放在手机端显示就是这个样子 基本上就是网页端缩放到了手机端的大小 那么这个体验呢肯定是不够好的 下面我们一点一点的来完成对手机屏幕的适配 首先我们回到HTML文件 那么在学写一个字这样的课程中 我曾经讲过如果要想在手机端看到原始尺寸的这样的一个图像的话 我们需要使用一个新的原信息 这个原信息呢叫做Viewport 这个原信息告诉了我们 不管我们是在什么设备下 我们的视图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大家可以看到在content中我写上了这些属性 包括height就是device的height with是device的with initial scale初始的这个缩放值1.0原始尺寸 minimum scale最小的尺寸是1.0 maximum scale也是1.0 同时user scalable是no 也就是说用户不能使用pinch这种操作 对整个屏幕进行缩放处理 这样我们通过这个原信息 让程序首先支持了手机的屏幕 我们先来看看此时这个程序运行的效果 大家可以看到现在这个程序在手机中显示 就是按照设备的尺寸进行显示了 那么整个放大了 不过由于我们的converse设置还是800x600呢 所以呢 这个形式的效果还不够好 不过这里我们先解决一个小问题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图像和边缘呢 其实还是有一个编剧的 我们需要把这个默认的编剧给取消掉 这个其实非常简单 我们只需要在css中加入这样的一个样式 在任何情况下 margin和padding的初始值都是0就好了 现在我们再来看这个程序的运行效果 图像的编剧就消失了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js部分 那么现在我们的converse的width和height 还是800x600是一个硬编码 这显然是不合理的 为此呢 我们把它改成变量 我们使用window的innerwidth 以及window的innerheight这样的一个方式来获得整个显示窗口中的宽和高 作为我们的converse的宽和高 这样设计以后 大家就可以想象我们的converse的大小就和我们的屏幕大小是一致的了 不过大家看看html 我们的这个converse是放在blurdiv下的 而blurdiv下面呢 还有一个blurimage 这两部分的大小还没有进行改变 所以呢 相应的我们在js的部分 当imageunload的以后 对这两部分也进行一个控制 首先最简单的部分 我们让我们的blurdiv 它的大小和我们的converse的大小是一样的 我们可以使用jQuery写上这么两个语句 来控制blurdiv的css 下面我们对blurimage使用类似的方式 但是这里大家要注意 blurimage盛放的是背景的那个模糊的图片 在这里我把它的宽和高 设置成我的这个image的vis和hat 这里大家要注意了 我设置的不是converse的vis和hat 这是因为我们在进行屏幕自适应的时候 这个图片的大小很显然 和我们的converse的大小 同时也是我们的设备的大小 肯定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保持原有的图像的大小 那么我们之前使用的图像呢 一直是800乘600这么一个分辨率 由于后续我在实验的过程中呢 还涉及到使用iPad来进行实验 所以呢在这里 我把这个图像呢换成了一个更大的图像 现在这个图像的分辨率是1500乘以800 不过没有关系 足以展示我们下面要进行的这个逻辑操作 那么这么大的一张图片 我们怎么把它放在相对比较小的这个设备大小上呢 那么现在我们的这个整个的DOM呢 应该大概是这个样子 这里头注意 Blur Image是非常大的这么一张图片 而我们的converse呢 是非常小的这么一个设备 此时我选用的一个屏幕自适应的方式是 我只截取在converse这个屏幕范围里的这个图像 这样保证整个converse中充满了图像 这是一种非常常见的屏幕自适应的方式 那么这一头的关键就是要设置blur image的属性 大家注意blur image和converse现在都是绝对布局 但是converse已经填满了整个DIV 而blur image由于太大了 所以我们需要对它的top和left进行设置 此时blur image的top和left的值都应该是负值 代表的是是在这个DIV之外的位置 那么具体是负多少呢 那么聪明的同学一定看出来了 这个left值就应该是负的blur image的宽 减去converse的宽 再除以2就是这么一个长度 相应的top值就应该是负的blur image的高 减去converse的高再除以2 那么下面我们就用程序来实现一下 首先我们创建两个新的变量值 那么在这里我将这两个新的变量值呢 叫做left margin和top margin 来表示这张比较大的图片距离我们这个比较小的设备converse 它的左边距和上边距 那么下面我们在这个图像加载完成以后 就可以对这两个变量进行一个计算 我们使用刚才介绍的方法 用image的width减去converse的width除以2 就是左边距上边距呢 就是image的height减去converse的height再除以2 那么对于这两个编距 我们用来设置blur image的top值和left值 在这里大家要注意 由于我们的blur image相对是比较大的 所以在绝对定位中 它的top值和left值应该是负的 在这里呢我标上了一个负号 这样一来我们整个dom的位置设置就完成了 下面我们往下看 这样的一个修改还会影响什么 那么首先我们在initconverse中 clipping region依然是在这个converse的范围里 去随机这个位置 没有问题 再向下 在draw函数中 我们要进行一个比较大的修改 我们之前只不过是将这个图片 直接放到00的位置 这是因为我们之前控制了这张图片的大小 和converse的大小以及div的大小完全是一样的 但现在这张图片远远的大于converse 所以我们要截取这个图片中的一部分 来放到converse中 那么对此呢 我们就要使用draw image的另外的一个调用方式 也就是最复杂的一个调用方式 一共9个参数 虽说比较复杂 但其实理解起来非常容易 大家可以回忆一下 我们依然是要绘制image这个图像 但是我们是把image的下面四个参数是对于 圆图像来说 它的坐标 从我们之前计算的left margin top margin 宽和高分别是converse的with converse的height这一部分 复制到最后四个参数是目标图像的位置 也就是converse的00 conversewith converseheight这样的一个位置上 参数比较多 但其实理解起来并不难 这样一来我们就完成了js段的修改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css端有没有什么需要修改的 那么首先现在我们的这个blurdiv已经是动态的设置它的困和高了 不需要再使用这种硬编码的方式来写困和高 blur image依然是一样的 这里注意由于blurdiv这个容器里放的这个blur image有可能非常大 所以呢我们设置一个overflow的属性 把它设置成是hidden也就是超过的部分的隐藏不要显示 再有就是现在对于我们的小屏来说 我们这两个按钮大小可以不变 但是它离左右的边距呢可以稍微的小一些 在这里呢我们将它调成分别离左右边都是50个像素 那么效果呢会比较好 现在我们来看看此时这个程序运行的效果 大家可以看到首先打开显示的是在pc端的状况 那么此时呢就是这样整个充满了画面 那么我们之前设置的这些功能并没有改变 包括点击show后产生的动画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在移动端 点击f12进入移动端f5刷新一下 可以看到此时这个模糊的图像就截取了原始图像的一部分 大家可以用reset试一下 这个功能没有改变 使用show之后依然是这样的一个动画 清晰的图像就显示出来了 当然了大家也可以试试玩玩其他的屏幕尺寸 比如说我们用小一号的iPhone5 那么f5刷新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下面的按钮也更挤了 同时呢这个人物截取的画面呢也更少了 但是不影响我们选取的这张图片呢 由于是居中对齐的 所以可以非常好的适应这样的一种屏幕自适应的方式 是不是非常的酷 希望到此大家了解了这种屏幕自适应的方式 当然了还有一种非常普遍的屏幕自适应的方式 就是不管是多大的图像都让它恰好放在当前的屏幕尺寸中 并且居中显示 也就是说我们一个超大的图片 此时就应该缩小以后放在这个屏幕的中央 这个问题呢留作一个思考题 有兴趣的同学可以尝试一下 这里涉及到计算缩小后 这个Blur image的大小应该是多少 这两种不同的屏幕自适应的方式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 根据自己所做的应用程序的 使用场景的不同 来灵活的进行选择运用 希望在这一节大家有所收获 大家加油 谢谢大家